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章我们来介绍一下作为观测学科的天文学 之前我们提到过天文学可以说是一个最古老的科学 那么做天体物理的研究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在这种自然的宇宙的环境里面 它可以提供各种非常极端的物理条件 那么这些极端的物理条件要远远比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实验室 所能创造出来的物理条件要极端的多的多 那么做天文学的观测研究也有一个缺点 我们只能观测这些遥远的天体 我们很难对它们进行操纵 那么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来进行实验室天体物理的研究 比如说现在有这种天体化学实验室 这个图里面显示的就是 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的环境里面 构造一个很接近于真空的星际介质的这种物理条件 从而来研究这些星际分子 它们特有的一些辐射的谱线等等 另外这张图里面也给出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利用超高压的手段 来研究超级地球的内部结构 以及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人类来居住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来模拟太阳系外行星 那么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 穿插的介绍一些重要的天文概念 以及介绍两个16世纪的时候 和两个很主要的观测成就 分别是日行说还有行星的运动威力 那么里面还会进而介绍怎么从牛顿力学理论 一直能不能不断地推进到爱因斯坦的管异相对论 那么在进行这些介绍之前 我想分享一下牛顿跟爱因斯坦 他们说过的一些很有名的名人名言 那么这边显示的是他们两个的头像 另外有两个分别是XM牛顿卫星 这是一个X射线太空望远镜 以牛顿来命名的 那么下面就是爱因斯坦卫星 是一个干马射线的太空望远镜 也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的 那么牛顿曾经说过 如果他是有站 看得比别人更远的话 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么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现在 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都是基于全能的这种知识 然后进一步去探索更多的知识 去探索我们这个宇宙 当然牛顿本身就是个巨人 我们也算是站在他的肩膀上 那么另外一句牛顿说过的话 他就是大意就是说他比方自己 他不知道世人是怎么来看待他的 他认为自己就好比在一个 知识的海洋边上 在沙滩上玩 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好看的 比较漂亮的耳软石 然后他觉得整个海洋 就是整个未知的世界 在等待着他去探索 所以说我们永远要像他这样的 保持一种这种去探求未知的 这种兴趣 因为这种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 是我们这种科学前进的第一推动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爱因斯坦说过的 很有意思的两句话 一个就是他认为有两件事情是无限的 包括宇宙 也包括人类的愚蠢程度 然后他说关于宇宙是不是无限的 其实他不是很确定的 当然在最后面我们会介绍到宇宙学的时候 会提到爱因斯坦最开始的宇宙学的观念是 他认为宇宙可能是个静态有限的东西 那么爱因斯坦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 他觉得自己相当于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他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这种想象力 来看待这个世界 就是说想象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甚至比知识本身还更重要 因为知识他认为是有限的 但是想象力却是无限的 所以说做科学研究 我们也要有很好的这种想象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系 那么这个图大家很熟悉 这就是我们太阳系 这边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 然后有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然后在火星到木星之间存在一个小行星带 那么这小行星带里面最大的那个小行星就叫古神星 然后木星之外是这个土星 然后是天王星 海王星 还有弥王星和它的一个卫星 那么弥王星在外面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天体 正是这个天体的发现 导致了弥王星被降级 被开除出九大行星这个行列 所以我们现在有八大行星 弥王星和古神星都是一个矮行星 那么根据我们人类的日常的这种生活经验 很自然的你会觉得我们地球就是太阳系的中心 因为我们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闹着地球转 这就是很早以前地星说这种很流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托勒米它是这个地星说的一个极大成者 它等于把之前大家关于地星说的这些看法 做了很好的归纳总结 发展出一套理论体系 所以在托勒米的这种地星说里面 我们地球就是太阳系 乃至整个宇宙的中心 那么所有的这些别的行星还有太阳都是闹着我们地球转的 而且太阳与行星闹地球转的角速度是一样的 那么太阳跟行星闹地球转的这个轨道呢 叫做军轮 那么他们发现只用这样子的别的天体闹地球转 这个圆周运动是跟观测数据不能很好解释的时候 他们就引入了本轮这个概念 也就是行星跟太阳它每个人都闹自己的一个小圆来做圆动 然后这个小圆在做到的大圆的这个军轮在做转动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星说的体系里面呢 它是可以解释行星的退行 也就是说行星在天空中你看它的运动 有时候前进有时候会后退 然后再前进 一会下一个PPT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呢地星说呢 它也可以来解释金星和水星随太阳的这种运动的这个行为 但是呢随着呢观测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么这么简单那个地星说呢 就很难来解释这种复杂的观测数据 所以说呢他们会引入新的这种内容 比如说这些这些军轮呢 本来地球是这个军轮是圆的 然后地球呢是在这个圆星上 那么为了解释新的观测数据 它会说哦地球呢 它是不在圆星上 处于处于一个偏心圆的这种状态 然后实在不行 它可以再引入新的额外的圆周运动 所以说有点像这个圆圆相报 圆圆相报和史料 当然了只要你观测数据进一步提高 最后它这个理论模型如果不是对的 就会被排除掉 这个图就是显示了在乐星说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解释这种行星退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中间是太阳 然后地球闹着太阳转 火星也闹着太阳转 那么他们转的闹太阳转的角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地球从轨道上的A这个点 一直运动到距这个点 然后去看对应火星的位置 看出火星在天上画出的这个轨迹 你就会发现火星一开始从西向东前进 后来退行的闹回去 然后接着又往前走 这就是行星的退行 那么地星说当然流行了很久 那么伽利略它在自己做出了望远镜以后 开始对这些天体进行观测 它当时很早以前 大概400多年前就给出了 乐星说的一个非常有利的观测支持的证据 这就是金星的像 那么这个图显示的是 伽利略用自己的望远镜去观测金星 把金星它的像的 就看过去金星是什么形状的把它画出来 而且它的对应的大小都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星的像是有明显的演化的 那么下面这个图显示的是 今天我们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所拍出来的金星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跟几百年前 伽利略用手画出来的金星的这个图像是非常的吻合的 那么这个金星的这么一个相位的变化呢 在日星说里面是很自然可以解释的 但是呢 如果你换在托勒密的这个 日星地星说的这个图像里面呢 你就发现它就不能解释这样子 因为呢 金星跟太阳它们以同样的角速度 让地球在转 所以呢 你永远不会看到金星呢 它的这个 类似于满月的这种形状的这个像 另外呢 因为金星呢 它离我们更近一些 所以说而且这个距离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你也看不到金星的图像 由于这种近大远小的这种图像大小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两个很重要的天文中的概念 一个是星等 一个是天球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星座 大家都知道 天空中有一些很亮的恒星 它们会形成一定的图案 加上人类这种美好的想象 就能把它想象成一些星座 比如这个图里面显示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大雄座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这个 像北斗七星 像一个勺子的样子 那么这些星座呢 通常呢都是由亮星组成的 比如天空中呢 比较有名的一些星座 比如有裂户座 那么裂户座呢 右边这个图显示 它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认出来的标记 就是它腰带的三颗很亮的星 形成一串 另外还有先后座 这也很好认 它够亮的星构成一个W的形状 另外还有金牛座 天鹅座 天晴座等等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北斗七星 那么如果你问一个做天文研究的人 那你认不认识天空中的这些星座 那么往往他会说我认识的很有限 比如说对我自己来说 我就认识基本上也就是这个猎虎座啊 先后座啊 还有这个北斗七星 那么往往我们会自我解构的说 认不认识这些 认不认识很多星座 这其实是一个职业的天文学家 跟一个业余的天文爱好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如何可以找到北极星呢 就是你可以从大雄座这个 扫饼扫扫口的那两个星 然后你把它做个连线 然后延长五倍就可以对准了北极星 那么北极星其实是小熊座里面的一颗亮星 那么这个动画的显示出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像扫子的这个北斗七星呢 它在过去的五万年 过去的一万年 以及将来的五万年以后 就是它的形状其实是发生变化的 这主要是因为每个恒星呢 都有自己运动的速度 所以它叫恒星是有自行的 所以说你只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 恒星就会偏离 你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斗七星呢 在很早以前长得还有点像鸭子 还是胖胖的鸭子 后来鸭子减肥的变瘦了 那么到今天呢 它刚好像个勺子 再过五万年以后呢 它就长得不像勺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星等 那么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时候呢 这个一八股呢 它就做了很好的对于这种恒星的观测 它可以把恒星有多亮 恒星在天上的位置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中国呢 很早以前呢 比一八股还早两百年 出现了这个钢石星金 那么在钢石星金里面 汇报了大概一百二十一个恒星 后来呢 到公元一百五十年的时候呢 托勒密呢 它给出了一个星表 包含了一千零二十八个恒星 那么一八股呢 它把我们人类这个眼睛呢 裸眼可以看见的这种恒星呢 按照它们的亮度分为一到六等 那么由于历史上 它们的习惯 它们定义一等星是亮的 六等星是暗的 所以说呢 这些恒星呢 这些天体呢 星等越大 它其实是越暗的 而且呢 两个恒星如果差一个星等 它们的亮度差大概是二点五倍 所以呢 差五个星等 差不多就是一百倍 那么到了1854年呢 由Norman这个人呢 他就给出了一个 员格的一个定义 就是R代表的就是这个亮度比 或者亮度差 那么你可以看到 差五个星等 那么它的亮度就差一百倍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一个诗子 那么把这个诗子 做一些简单的转化呢 我们可以知道 严格来说 差一个星等 差的就是十等零点四次方 也就是二点五一倍的这个亮度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对这些恒星 我们想要知道它有多亮 现在我们等于已经知道的刻度 好 亮度差二点五一五一二倍 它就是差一个星等 那么这把诗子有了刻度 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零点 所以呢 最早的时候 人们就找一个北极星 作为参考星 就是说北极星的亮度 对应的是零等 后来人们发现 北极星 北极星是个变星 也就是说它的亮度会变化 所以呢 人们又把支女星来作为参考星 因为我们发现 支女星的亮度 基本上就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这个表格给出了 很多我们日常所熟知的这些天体 它的视星等 所谓的视星等 就是你看到天体 它这么亮 看起来这么亮 然后你可以把它亮度 折合成星等 这就得到了视星等 所以你可以知道 视星等 它其实不是反映天体 本真的光度的 也就是说一个同样亮的天体 它如果离我们很近 看起来就会很亮 离得很远 显然就会显得很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里面最亮的 全天中最亮的天体 当然就是我们的太阳 它可以达到负的26.7等 那么接下来很亮的就是月亮 虽然月亮本身不发光 只是反射太阳的光 它也满月的时候 可以达到非常的亮 达到负的12.6等 满月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在野外看着书 都能把这个字给读出来 那么天空中还有很亮的 就是这个金星可以非常亮 那么另外一个很亮的 这个恒星呢 就是天然星 那么天然星 它其实光度是非常大的 后面我们会提到 但是你看到它的四星等是负1.5等 当然也是蛮亮的 那么接下来就到知女星 那么知女星为什么是零等呢 刚才我们提到过 是我们把知女星的这个亮度呢 把它定义为零等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我们人类的眼睛 如果一个人的视力特别好 那么它裸眼了 可以看到6.5等的这种很暗的这种天体 那么我们如果有一个万眼镜的斑蛮 比如有个双头万眼镜的斑蛮呢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看到10等 那么有个15公分的万眼镜的斑蛮呢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13等 那么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迷顽星 它是15.1等 所以迷顽星离我们非常远 所以它看起来非常的暗 那么关于视星等 还有两个有意思的 两个重要的定义出来的星等 一个叫反视星等 反视星等就是 我们可以让万眼镜前面加个绿光片 这个绿光片完全的模拟 我们人类的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 因为我们眼睛只能看到可见光波段 大概4000i到7000i这个波长 那样子这样子测出来的天体的亮度 然后得到的这个星等就叫反视星等 那么以此对应的是一个射星等 比如说你可以拿一个红色的绿光片 这样子你测出来了 就相当于是红色的星等 绿色的绿光片测出来的这个天体的这个星等 就可以是绿色的这种星等 那么这种都叫射星等 那么星等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差一个星等它们的亮度呢 就是差2.512倍 所以说呢亮度呢 就会等于2.51倍 然后乘以这个星等的差别的这个数值 然后我们把这个算式呢 来做一些简单的转化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星等差 跟它们亮度比的关系 就是delta m等于2.5乘以 常用对数的亮度比 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比如说月亮与太阳 它们亮度到底差多少倍 那么根据前一个月的这个太阳跟月亮的 它们四星等的差别 是差了14.1等 所以说它们的亮度比就差2.512的14.1次翻 达到大概44万倍 那么两个天体的 假设呢 它的亮度差是1万倍 那么它们星等差多少呢 那么也可以做简单的计算 它们差的是10个星等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天球坐标系 因为我们想了解宇宙中的这些天体 我们得知道这个天体在天空中的哪个方向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所谓的天球坐标系 来对它们处于天空中哪个方向进行描述 那么简单来说呢 天球坐标系就是根据我们 在地球上 我们人类的这种地理的这种经纬度 你把这个经纬度的经线圈 尾线圈 你把它做个无限的延伸 让它跟无穷的这个宇宙进行一个相交 你假想有这么一个天球 那么这样子构成的一个天球 它就是一个天球坐标系 那么对于一个坐标系呢 我们如果想很好的了解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 它这个坐标系 它的刻度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原点是什么 那么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知道地球的自转轴呢 它跟地球那太阳的公转的轨道平面呢 是有个夹角 就叫环翅脚角 大概是23.5度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以地球的经纬度 作为标准的话 那么地球的赤道 所展开的这个平面 其实就是天球的赤道 那么地球自转轴对应北面 交到北天球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北天极 那么南面那个呢 就叫南天极 然后天球坐标系里面的 经度跟纬度呢 那么我们专门取了个名字 叫做赤金和赤纬 纬度赤金和赤纬的纬度呢 跟地球上的地理的纬度是一样的 从南天极到北天极 就是负90度到正的90度 而对于这个赤金呢 它转一圈也是360度 那么在天温里面呢 我们往往喜欢会用时间 来代替这个度数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 你在不同的经线圈 它是有时差的 那么最大的这个时差 就是一天了24小时 所以呢 对于赤金呢 它一圈是360度 那么对应成时间呢 是24小时 只不过这里面的时间呢 必须是以恒星时为单位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种一天24小时 这种叫太阳日 而不是以太阳日为单位 后面我们会介绍一下 各种时间是怎么来定义的 那么这个坐标系构建了以后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纬度它的零点 当然很简单 就是我们赤道面 就是天赤道 所以说加减90度 那么对于金度呢 它的这个起点呢 或者它的零点 是怎么定义的呢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假设以我们地球为中心 那我们赤道面 你可以做 这是天赤道的面 由于我们地球的自转 但是现在以我们为中心 我们认为我们地球是不动的 那你就会发现 太阳好像在闹着我们地球 做闹转 那你就会发现 一年当中总存在一个时间点 太阳会从天赤道 天赤道的南面 穿过这个天赤道 然后跑到天赤道的北面 那么就是在太阳穿过天赤道的 这一个时刻 我们把它定义为春分点 所以这个春分点就是赤金的起点 零度开始 或者是零小时零分零秒 那么这样子构建出来的 一个天球坐标系 它首先我们知道 天球它是一个假想的圆球 那么构建出来的 这个天球坐标系的好处就是 首先它和我们直观感觉 是很相符的 它是一种科学的抽象 另外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 它只反映天体在四线方向上的投影 就是我们只知道它在哪个方向 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离我们是多远 距离是什么 那么第三点 天球上任意两个天体的距离 我们通常会用它们的角距离来表示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球面三角来计算 这两个天体它们的距离 还有一点是地面上两个平行的方向 它总是指向天球的同一点 那么这一点主要是因为遥远的恒星 或者天体它们发过来的观 对我们地球上任何的位置 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平行观 那么关于天球第五点 就是它的任意点都可以作为球星 因为天球是个无限大的球体 所以说它其实是没有以哪个点 作为特殊点 作为中心的 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球星 所以任意平行的方向 它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观测者 这个天球坐标系会很符合我们观测者 站在球星 由内往外看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觉 那么跟天球坐标系的 还有几个相关的概念 一个是所谓的叫天顶 那么天顶就是 我们通过天球的中心 做一条直线 跟我们地面上的观测点 得到这个千锤线 这种平行的这个线 它交于天球两点 所以说头顶的这个就叫天顶 另外一边就叫天底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叫真地平 这个就是过天球的中心 做一个以这个千直线 垂直的这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和天球相交的 这个大圆就叫做真地平 也叫做地平圈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 就叫天直五圈 天直五圈指的 就是过天极跟天顶的 这么一个大圆 那么这时候你要注意到 当恒星经过天直五圈时 你把这个时间记下来 当然你要以恒星时为单位 那么这个时间 你当然可以转化成角度了 那么它对应的就是刺金 右边这个图就很好地展示了 我们所知道的刺金 刺尾 还有地平高度 天顶天极等等 还有地平面等等 这些不同的概念 那么这个图展示的就是 我们如果你在地面上 换一个望远镜 去观测遥远的这个天体 如果你想对这个天体 做比较长时间的曝光 你会发现 过一会儿 这个天体跑出了 这个望远镜的市场 这个主要就因为 我们地球有自转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让望远镜 人死中对着一个天体 进行长时间的观测 我们就要想办法 克服地球自转 带来的这个效应 所以说这就要给望远镜 装一个消旋系统 那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在地球上 看这个天体 因为我们地球 是窒息向洞转 如果我们自己的感觉 是我们没动 而是天体在闹着我们动 你就会觉得 天体是自东相西转 所以说你通常天文观测 拍出来的这个图像呢 比如右边这个图所显示的 那么由于我们会觉得 天体都是自东相西转 所以呢 在天文图像上 它的这个刺径呢 那么从东向西 刺径的大小是变大的 这刚好跟我们通常习惯的 应该是从左往右变大 从西向东变大 刚好是反过来的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穗差 这个穗差描述的是呢 我们地球自转轴的方向 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事实上大概在两万六千年的 这么一个时间里面呢 地球自转轴呢 会做会闹一个圈 会进动 完成一个周期 那么由于 刚才我们说的 天球坐标的定义呢 是按照我们地球上的 这种地理的经纬度 把它经线圈啊 纬线圈 把它无限延伸出去 现在由于 我们地球进动呢 也就是说 这会导致我们整个天球 也就是等于动起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天球整个坐标的构架 是有时间演化的 这样子呢 我们通常如果要描述 一个天体的位置呢 我们就需要指明 你这个赤金赤尾 是在哪个年份 测量出来的 那么目前我们用的 就是两千年这个年份 所以要加上一个J2000 那么如果是在 四五十年前 那时候 人们用的是J1950 所以你可以想象 大概30年以后 我们要用了赤金赤尾 我们要加个标注 我们用的是J2050 那么这个图显示的就是 地球的这个自转轴 在天空大概在 两万六千年时候 画出的这么一个圆 那么加宏宽的这个地方呢 显示的就是 当前这个时刻 我们的地球自转轴 大致就是指着 北极星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在几千年前 或几千年后 北极星 它就不应该被叫做 北极星 因为我们地球的自转轴 发生了进动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 有关于时间的概念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 当地太阳石 那么当地太阳石呢 指的就是呢 太阳呢 两次呢 经过同一个位置 比如说是天顶 它们的这个时间差 时间间隔 我们把它定义为 大概是24小时 那么你可以想象呢 这个各地的这种 当地太阳石呢 它是不同的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 叫格尼尼治时间 这个是以英国的 格尼尼治天文台 这个来命名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地球到太阳公转的这个轨道呢 它是个椭圆 它不是个圆的 所以说呢 每天的长度呢 在一年当中 每天的长度呢 是有变化的 所以呢 格尼尼治时间 就是定义了 把这一年中 每一天的这个 时间的这个 平均的长度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是24小时 这相当于是给出一个 时间长短的 这么一个刻度的 这么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格尼尼治时间 和格尼尼治天文台 当地太阳石之间 存在一个差异 那么这个差异 就叫做时间方程 等一会儿给大家看 怎么时间方程的这个图 那么后来呢 人们提出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世界时 那么这是在1928年 人们提出 我们可以用世界时 来取代格尼尼治时间 那么事实上呢 世界时跟格尼尼治时间 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直到呢 1967年呢 人们对时间就长度 秒的定义 发生了变化以后呢 这时候呢 世界时呢 它才真正的和 格尼尼治时间 有了区别 那么人们呢 利用呢 摄133的原子 超精细结构人级的 跃迁的一个周期的 一个很大的 一个精确的数字的倍数 来作为一秒的长度 那我们知道 这个的一秒的定义 是一个绝对的 只是不会变化的 这个就是有区别于 之前格尼尼治时间 是用一年当中 每天的长度的 一个平均值 来作为 时间的刻度的 一个标准 所以说呢 自从定义了 新的时间刻度的 这种标准以后呢 世界时跟格尼尼治时间 才有了实质上的 这种差别 那我们知道 地球的自转 是会变慢的 由于我们跟月亮之间的 这种潮汐相互作用 所以呢 这样子 用地球的这种天数呢 地球自转的这种 地球的一年中的 平均天数的 这个平均每天的长度 定义出来这种时间呢 它就会 刻度就会变大 所以就导致 我们这个时钟 走得会慢 当然这个效应 是很微弱的 基本上要隔 相当长的时间以后 才会有一定的差别 那么这就 为了克服这种差别呢 那么天文学家 就设置了所谓的论秒 那么经常会在 每年的 比如6月30号 或者是到0秒 这样子就给它 加了一秒 这样的人使得 克服地球自转变慢 所带来的这种 恒量时间的 跟用原子中这种定义出来的 时间标准的不同 所带来的这种效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恒星石 刚才我们说的 在天球坐标里面 我们衡量一个天体 它的赤金 我们是要用恒星石为单位的 那么恒星石指的 就是以遥远的恒星为标准 当这个遥远的恒星 它两次出现在 相当于我们头顶上 或者是天上 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时间间隔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 成为一个恒星日 那么由于地球公转 一个恒星日 是会比太阳日要短一些 以后我们再详细看一下 我们知道一个太阳日 它的时长大概是24小时 而一个恒星日 它的时长只有23小时 56分 4.09秒 所以要比一个太阳日 短三分多钟 所谓的时间方程 它反映的是 格林尼智时间 跟当地太阳石 它的一个差别 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 大概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那么这个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看到 一个太阳日 跟一个恒星日的差别 所以地球它在自转 然后上面是太阳 遥远当然还有一个恒星 那么当我们定义 比如现在太阳是在我们头顶 所以说比如说中午12点 那么当它过了快一天 过了23小时 56分04秒的时候 这时候地球的这个点 刚好转回一圈了 那么如果以遥远的恒星为标准 我们就会发现 恒星再次回到我们的头上 所以说这个长度 就是一个恒星日的长度 但是你一看 太阳并不在我的头顶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地球闹太阳公转 从这个位置跑到这个位置 这时候太阳还在这边了 所以呢地球的自转 还得再转三分多钟 这时候对于这个人来说 他会觉得太阳在它的正头上 这就是一个太阳日 它要比一个恒星日 要长三分多钟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在测量天体的时候 因为我们测量都是遥远的天体 所以说呢我们要以恒星日 来作为一个这个时间刻度的一个标准 那么可能大家会问 那么存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绝对的时间标准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宇宙时 那么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定义 这种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宇宙时 因为天文学家可以测量 我们地球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一个运动速度 我们前面提到过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以后 大概38万年 它残留下的一个很早以前的一个辐射产 那么那个时候温度很高 当然到今天它就冷却到微波波段的对应的这个温度 那么通过观测表明呢 就如这张图所显示的 我们发现地球在微波背景辐射里面呢 有一个朝向狮子做的速度为 每秒钟650公里的一个运动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相对于微波背景辐射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这个地方比较蓝色 说明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运动的 它有多普勒的蓝仪 那么对于右上角呢 它的颜色是红的 就温度会低一点 或者是频率低一点 这是因为我们朝这个方向运动 这边呢就有多普勒红仪的这种效应 那么我们就是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 有这么一个绝对的运动速度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速度 导致我们地球上定义出来的时间 跟相对于微波背景辐射 运动速度为0的坐标系里 定义出来的时间到底有没有差别 那么这个就会涉及到爱因斯坦的 管理下对落的一个效应 比如说叫时间膨胀 所谓的这种动中变慢的效应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 经常爱用的这种观中的这种思想实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在一个静止的坐标系 和在一个运动的坐标系里面 它们的时间刻度有没有差别 那么这时候在这样的系统里面 我们观中系统里面 我们对于秒的定义 或者是一个观秒 就是定义为观子在两面静止里面 往返一个往返它所花的时间 那么左下角这个图显示的就是 这个观子呢 它从这个观 或者你可以想象是有两个人发信号 这个人发一个观子 给这个人这个人接到以后 回来返回来 这时候他们两个是静止的 所以说呢 这时候的定义出来的 在这个静止坐标系里面 定义出来的时间的单位T1 它就是等于两倍的这个 静止间的距离比去观数 那么现在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情况 好 这个发光的人在这边不动 另外一个发光的人 他在做运动 他往这个方向运动 所以说呢 这时候你发的观 不能朝这个方向发 而应该找到合适的发到这个方向 最后这个观 他接到信号以后再返回来 所以说在运动的坐标系里面呢 我们定义的这种时间的一观秒 用T2来表示 它的长度 它的计算表达师呢 我们通过简单的这个几何的图形对称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红色的这个大三角形 也就是说在T2这个时间里面 观其是走的是走的是L这个长度 那么这个L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所以说L就可以等于这个两倍的D的平方 再加上它运动的这个距离 V乘以T2这条直边的平方 然后它们的平方和开根号 然后你可以对这个狮子来做简单的画检 一步一步的画检 然后可以把在静止坐标系里面得到的T1跟D 两个静止之间距离这样的关系 也带到这个狮子 然后做进一步的画检 最后你就可以得到T2比T1 是可以等于1除以 然后下面这个很长的因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因子是依赖于 这个洞中运动的速度跟光速的比值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带入 我们地球相对于微波背景辐射运动的这个速度 是650公里每秒 那么光速是30万公里每秒 那么你带进去就会发现 T2比T1是等于1.00005个0 然后23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也就是说对于静止坐标系的人 说他觉得我过了一秒钟 好是一秒钟 但是他如果去看运动的那个坐标系里面 他发现T2呢 他得过了1.000023的时候 他才走了一个来回才完成了他的1秒 所以说静止坐标系的人就会觉得 那个运动坐标系的人怎么那么慢 我1秒钟都完成了 他要1秒多一些才来完成 所以说这个思想实验就很好的解释了 这个动中变慢的这个效果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呢 他们的时间差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我们地球上所定义出来的这个时间 跟相对于微波背景辐射所定出来的 绝对的这种宇宙时 它的差别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近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星的运动规律的推导 它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 那么这个最早是来自于 很早以前这个有名的天文学家帝谷 他对天空的观测 那么这个图显示的是 当时他所观测的这个一个城堡 然后右边这个图显示了 他所用的这个天文台 那么这就回到我前面说的 人们往往开玩笑说 要做天文研究的其中一种人 就是这种很有钱又很有时间 有各种足够经济好的条件的这些人 他可以做天文研究 那么第五呢 他有很好的视力 他用他的眼睛呢 对这些遥远的恒星呢 还有包括这个几大行星呢 特别是这些几大行星 他们离我们很近 反射太阳的观看起来很亮 他对他们的运动轨迹啊等等 做了非常忠实的这种记载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那么这个图只是一个示意图 就显示了他们当时呢 是怎么来测这个恒星的这个地平高度的 显然他需要有观测助手 然后他们可以把这个地平高度很好的测量下来 那么这个图就显示一下 我们怎么来测一个遥远的天体 比如恒星 它的这个次围 那么从这个图里面 首先你可以看到 它存在这么一个 天次道 然后呢 右上角的这边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在地球上 某个地理维度的地方 所以说呢 从天球的球星到我们的位置连线 对应的这个就是天顶 然后跟这条线垂直的这个面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真地平 那么在真地平上 就和刚才上面展示那张图一样 我们可以测量 遥远的这个天体的地平高度 所以说地平高度是 相对来说是容易测量的 然后利用一些几何关系 我们就可以得到 刺尾呢 是可以等于地平高度减去 90度减去 这个地理维度 大家加个括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尸子里面呢 观测者是知道 自己所在的地理维度的 这是个椅子量 然后地平高度是可以测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测出 遥远的恒星的这个刺尾 那么这里面 大家要注意到一点 不管你去测这个遥远天体 你是在地球上的哪个维度测 你测出来的这个刺筋呢 测出来的刺尾的大小呢 是一样的 它不会因为 你在不同的维度测出来 它的刺尾就发生了变化 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对天体的这个位置 做出很好的描述了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通过这个诗子 大家做个简单的变化 你就会看到 这个地平高度呢 加上地理的维度呢 它其实是个禅数 它是等于 这个刺筋呢 减去90度 那么这边我们再提一下 这个地理的经纬度跟刺筋刺尾呢 它有一些区别的关键点 首先呢 原点不同 刚才我们提过了 当然刺尾来说它原点是一样 但是刺筋呢 天球坐标系呢 是以春分点作为零点 而地理的这个经度的零点 是格林宁治天文台 它所在的那个经线 那个地方叫做经度是零度 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 最重要的区别是 它们的刻度是不同的 比如说刺筋呢 地理上呢 就可以用24小时360度 但是呢 天球坐标系里面呢 我们得用恒星石 所以说它的360度对应的是23小时56分4.09秒 而刺筋呢 要怎么测呢 我们知道由于我们地球自转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恒星你可以记录下某一个天体 某一个恒星 它穿越天子五圈的时候 那个时刻 你把它给记下来 那么要以恒星石为单位 这个得出来的就是这个天体的 它的刺筋 那么这边这个些图呢 显示的就是我在悉尼天文台 这个很古老的天文台 所拍出来的 在几百年前的天文学家 他们是怎么来测这个恒星的刺筋的 那么右下角这个图 就是他们用来观测的这个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的这个镜头呢 只能沿南北方向摆动 所以说呢 它能摆动的这个方向 跟我们的这个天体呢 就构成了这个天子五圈 那么由于我们地球的自转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恒星呢 它就会在某特 某个恒星就会在对应它的那个时刻 会穿过这个天子五圈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望远镜看到它 可以记录一下这个恒星 穿过天子五圈的这个时刻 这样就能测出这个恒星 它的这个刺筋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行星运动的规律 这也是很有名的 开普勒的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那么第五座的很多的这种 对行星的数据观测的这种积累呢 他后来找到一个助手开普勒 就让他接着来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那么开普勒显然是不满足于 只是积累观测数据 他想要去挖掘这么一大堆数据里面 到底存不存在什么物理规律 使得行星必须做这样的运动 那么经过很多年的专研呢 开普勒找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所以说开普勒也被叫做太空的立法者 所以下面这个就是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一个图 这就是以开普勒的名字来命名的 那么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呢 就是找地外行星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太空望远镜 那么开普勒的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的第一个 就叫做所谓的椭圆定律 说的是行星运恒星做的这个转动的 这个公转的这个轨道呢 是一个椭圆 而且恒星呢 就会落在这个椭圆两个焦点中的一个焦点上 那么通常我们把这种行星运恒太阳转动的这种运动呢 就会叫做开普勒运动 所以你可以想象 行星如果离太阳比较远的时候 受到太阳的引力比较小 所以说呢 它的闹转速度可以慢一些 这样子它的离心力可以小一些 就能和太阳这种恒星的引力相平衡 但是呢 如果转到离太阳比较近的地方呢 因为离太阳比较近 那么它的这个引力就比较强 这时候它就闹转的速度就得比较大 才能有足够大的离心力来跟引力抗衡 所以说它就会有这么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开普勒运动的这么一个方式 这就很好理解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规律的第二个定律 就叫做面积定律 面积定律指的就是这个行星跟恒星 或者是跟太阳 它的这个连线 在单位时间里面就在相同时间里面 它一个离得很远 它的转动速度会小一些 所以它扫过的面积是这样一个形状 离得太阳比较近 它的转动速度快一些 所以说它扫过的是一个 张角更大的散型的这个面积 那么这两个面积是会相同的 那么这里面的物理的本质就是 角动量守恒这个规律 那么开普勒的这个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 就是所谓的周期定律 说的就是行星到恒星转的这个周期的平方 是正比于这个轨道 椭圆轨道半长轴的立方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正比的关系 写成一个等式 就加上一个禅数就是k 然后呢 对于这个等式里面的这个轨道运动周期 跟这个半长轴 我们可以用一些特定的值来带进去 然后来得到对于取特定单位的时候 这个比值应该取哪个值 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地球为例子 地球到太阳转 好 轨道周期是一年 我们时间是以年为单位 然后地球到太阳的这个轨道的半长轴 这时候我们可以假设近视成是一个圆 我们可以用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我们会把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定义为一个天文单位 所以说我们把距离用天文单位 作为单位 这样子的话 这个十字里面的这个k的系数就会等于1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十字来做一些很有意思的简单计算 比如说对于古神星 我们知道它是小行星里面最大的 那个小行星带里面最大的一个小行星 它的直径达到950公里 那么它闹转太阳的周期是4.6年 所以说你可以把4.6年带进去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A 它这时候A的值是2.77个天文单位 这就是古神星闹太阳转的这个公转轨道的 这个大概是半径 是2.77个天文单位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周期跟半长轴 或者轨道的半径 换不同的单位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月亮闹转地球的这个例子来进行计算 我们知道月亮闹我们地球转 它的轨道 它月亮离我们的距离大概是38万公里 那么月亮闹地球转的公转周期大概是27.3天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把轨道的半径以公里为单位 然后闹转的周期以天为单位 带到这个开普特第三定律的这个等式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时候K的这个值是一个很小的值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实质来运用到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上面 那么所谓的同步轨道卫星指的就是这个卫星 它永远处于地球的一个地方的正上方 它的闹地球转的周期呢 它跟地球自转周期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一天 这样子我们可以算一下 一个同步轨道卫星它的轨道必须是多高 它才能成为一个同步卫星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的闹地球转的周期是一天 以天为单位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这个轨道的半径是42,377公里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一个这个同步轨道卫星 打到高度为这么高的一个轨道上 它才能成为同步轨道卫星 但是它真实离地面的高度呢 则是要把这个值减去我们地球的半径 那么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天文单位 也就是地球闹太阳的 我们闹太阳转当然是个椭圆的轨道 当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均的日地的距离 当然这个椭圆是很接近于圆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周期定律 来估算日地距离 那么在一百多年前呢 就有天文学家利用三角四叉法 来测出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地球上隔得很远的两个地方 那么这两个地方的距离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地方分别测量火星它的这个视线 我们发现这两个视线我们可以测出这个很小的这个夹角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视差 那么在这么一个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很小的角度 然后知道这个距离 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 我们就能算出这个三角形里面的高 那么这个高呢就是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那么一旦知道地球到火星的距离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周期定律 我们可以把周期定律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地球到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比去这个热地距离的三次方 会等于火星到太阳公转的平方 比去火星到太阳距离的三次方 那么火星到太阳的距离可以简单近视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加上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所以说在这么一个视纸里面呢 位置数只有一个就是热地距离 就是天文单位 所以呢可以估算出来天文单位大概是1.5亿公里 那么这样一个估算方法 跟我们今天得到的准确值是非常的接近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估算日地距离 就是人们可以通过金星领日的时候 来想办法测出这个地球跟金星的距离 就像这个图所示的 那么金星领日的反映的就是大概是太阳金星跟地球 大概在一条线上 那么通过对金星领日这个过程的观察 人们可以测出我们到这个金星的这个视差 从而得出地球跟金星之间的距离 然后跟刚才提到的 我们利用地球 以测出的地球到火星的距离一样 我们来利用开普勒的这个周期定律 然后可以算出地球到太阳的这个距离 也就是一个天文单位的值 那么到了1962年呢 那个时候呢 人们已经有很强的这个雷达技术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把雷达打到金星上 然后接雷达的回波 这样可以很精确的测出地球跟金星之间的距离 然后做同样的计算可以非常准确的得出 一个天文单位到底是多大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那么在传说当中我们当然知道 牛顿万有引力的诞生呢 是跟苹果树上的一个苹果杂道 在树下思考的牛顿的脑袋上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跟苹果之间显然有好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那么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好几个有名的苹果 我们都来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这个图显示的是 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他们吃了一个智慧果 有人说这智慧果很可能就是苹果 那么吃了这个智慧果以后呢 他们就有了智慧明辨示威懂得修持 所以说呢 就有了我们今天聪明的这个人类 然后呢这个苹果呢就是使得牛顿想出万有引力定律的这个苹果 那么这个当然是很有名的乔布斯这个苹果 那么这张图显示的是我在国外一个博物馆看到的 这个由电子线路拼成的乔布斯的图像 近看它全是电子元件 就不像的 但远看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像 那么这个是前一阵子非常流行的这个小苹果 这筷子兄弟唱的小苹果 这是很好的广场舞曲 是很欢快的乐曲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导致万有引力产生的这个 砸在牛顿脑袋上的苹果 当然这个苹果呢 幸好是砸在牛顿的脑袋上 如果砸在别的脑袋上 哪怕多砸几个把它砸傻了 它也不定能想出万有引力定律 那么牛顿是怎么来想出万有引力定律的呢 这边是一个图 牛顿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实验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经验 你拿一个东西 水瓶扔出去 你会发现你扔的力量小一点 速度小一点的话 它跑一小段距离就掉下来 如果你扔的力量大一点 它飞出去的速度更快一些 它会飞更远的距离才落下来 之所以会落下来 是因为受到地球的引力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在一座高山上 你打一个炮弹 这个速度它非常速度非常大 那么它在地球引力下下落的这个程度 刚好跟地球这个球面弯曲的程度 若是一样的话 就表明它就永远不会落到地面上 它可以闹着地球做很好的这种运转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也跟月亮闹着我们地球转 它从来不掉到地球上 对吧 跟这个运动非常像 所以说牛顿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估算 它可以估算在月亮闹地球运转 这个公转里面 在一秒钟的时间里面 它要跑过多少多大的角度 那么这个是可以知道的 因为我们能不能是知道 月亮闹地球的公转周期 大概是27.3天 可以化成很多很多秒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在一秒里面 它跑过的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以幅度为单位 可以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幅度 然后在左边所示演示的这个图里面 在这个大三角形ABE里面 那么角AEB它对应的就是这个很小的幅度 那么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由于角AEB是很小 我们可以做小角近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条直边L 它就是等于这个角的幅度 乘于月亮到地球的距离 大概是38万公里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估算出L 是等于1.022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月亮闹地球转 然后没有地球引力的束缚的话 它在一秒钟里面 它会沿着这个直线 走L这个距离 大概是1.022公里 那么这时候我们想计算另外一个量 就是现在由于月亮受到地球的引力 它不应该处在B这个位置 应该会在地球引力作用下 它其实真实的位置应该是在C 那么它们的距离差 就是BC这个距离 就是用小D来表示 然后B到地球球星的距离 我们用大D来表示 所以说小D跟大D 还有地球到月亮的距离 或者是这个公转轨道的半径R之间 就存在这个实质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ABE 这个大直角三角形里面 我们可以做 可以把大的D 用半径跟这个角度表示出来 然后由于θ这个角很小 我们可以做小角近视 所以最后做简单的换 这个转化换算以后 你就可以得到 D呢就会等于 1.36乘以10的-3次方米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说明呢 月亮到地球公转 它在一秒钟里面 如果有受到地球引力作用下 它从B往落到C 它这个跑过的距离呢 是就是很小的这么 就1.36毫米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好比是 月亮在地球的引力下 做自由落体运动 所以呢 这个距离就可以 按照高中的物理知识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距离就等于 1.2加速度 才是时间的平凡 时间就是1秒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 月亮在离地球 38万公里的地方 它受到的地球的 这个引力加速度 是0.00272米 每平凡秒 然后人们也可以知道 在地球表面 我们的受到地球的 这个重力加速度 你就会发现在月亮 离地球的那个距离上的 重力加速度 跟地球表面 重力加速度的比值呢 刚好是跟月亮到地球的 这个距离 跟地球半径的 这个比值的平凡 所以说这就表明 万有引力 它是一个平凡反比率 所以说距离变大了 那么这个引力加速度呢 它是以平凡变小的 这就是所谓的平凡反比率 那我们知道 在物理规定里面 好多东西是平凡反比率 除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外 比如说这个电荷之间的 这个库仑力 它也是一个平凡反比率 所以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平凡反比率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会变成什么样的呢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天文里面有个 很多人在研究的一个 所谓的叫做修改牛顿引力 的这种动力学的 这种理论的研究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下呢 它的这个力呢 就不是等于不是F等MA 而是它会F等MA的平凡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力呢 就不是平凡反比率 而是一次方反比率 那么为什么会提出这个 就修改牛顿的引力的 这个研究的方向呢 这主要就是用来解释 漩涡星系的这种旋转曲线 我们知道呢 所有的这个漩涡星系里面 这些东西呢 天体呢 或者物质呢 它到中心做运转 它做的就是类似于 行星闹恒星转的这种 开谱的运动 所以你可以想象 离中心越远 这些天体运动的速度 应该越小 所以说它的旋转的 这种速度曲线呢 应该就是 大概是这么一个形状 但是真实里面观测的 你发现它是偏离 开谱的运动的这个形状 那么对于这个的 最流行的一种解释 就是存在暗物质 也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天体 闹中心转的话 中心地方 它有存在更多 我们看不见的物质 它能起到引力的作用 这就使得离这个星系 中心的物质 可以以很大的速度闹转 而不脱离这个星系 那么除了暗物质以外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 好 牛顿的这个平方反比率呢 它是发生了变化的 这就是所谓的修改引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从牛顿的 万有引力定律出发 来推导开谱勒的第三定律 也就是周期定律 那么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呢 我们可以写出 F等于G乘以M1乘以M2 除以距离的平方 G是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阐数 然后A呢 这个行星到恒星运动 我们可以算出 它的离心加速度 就是V平方比R 然后离心力可以等于引力 再进行简单的换算 最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行星到恒星转的 轨道周期的平方 是可以等于一串常数 乘以它的这个轨道半径的平方 当然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些简化 比如说这个行星 那恒星转的这个轨道呢 我们简单可以考虑成圆 而且呢 由于行星的质量 是远远小于恒星的质量 所以说这些计算 都是可以成立的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 从牛顿定律出发 就可以推出这个周期的平方 比去这个轨道半径的立方 它会等于一个常数 那么事实上反过来呢 我们也可以从开普勒的几个定律出发 来去推导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那么在万有引力定律里面呢 有个重要的禅数 就是引力禅数 那么引力禅数要怎么来测定呢 这个图显示的就是很有名的 也是很精妙的 卡文迪许的这么一个实验 来测万有引力禅数 所以我们有一个细的金属棒 金属棒两头有个小的金属球 然后中间用一个钮丝把它挂起来 那么它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这时候我们再拿两个大的金属球在两端 对这小的金属球进行吸引 那么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 这个它就会把这个钮丝旋转了一定的角度 那么这个万有引力的大小 我们是可以把它表示出来 除了引力禅数不知道 然后这个钮丝 它具有多大的扭矩 也可以通过别的实验来测出来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办法来估算万有引力禅数 你可以看到 当时估算出来的这个万有引力禅数 跟我们今天所用的万有引力禅数 是非常的接近的 那么万有引力禅数的精确测量 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这边显示的是 我们国家的一个罗敬老师 他们的团队通过几十年 三十年来不断地对万有引力禅数的 测量的精度进行提高 他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测 然后把它的精度提高到国际的 这种领先的水平 那么这个显示的是 天文学家通过观测一个 离我们三千多关联外的一个 脉冲心和白矮心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 通过这个脉冲心对它的脉冲 到达信号的这种监测 可以了解到 在这个离我们很远的这个天体系统里面呢 它的这个万有引力禅数的值 跟我们地球上的万有引力禅数值 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在监测的这几十年里面呢 这个万有引力禅数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所以说呢 万有引力禅数呢 在有救中具有普世性 这也回到我们很早以前说 我们天体物理的研究 就是假设我们地球上的物理规律的普世性 可以应用到这些遥远的天体里面 那么目前这个假设呢 显然是成立的 那么从牛顿的这个力学系统呢 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这是一个巨大的辉跃 那么在牛顿的系统里面呢 它的空间呢 是绝对的是平直的 那么物体的运动呢 都是跟受到的力是有关的 但是在爱因斯坦的管理相对论的框架里面呢 它是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 那么有一句话 可以很好的来总结这种新的认识 也就是物质是告诉时空如何去弯曲 就如果没有物质 这时空就是平直的 有了物质 时空就变了有弯曲 然后时空呢 会告诉物质如何去运动 所以说物质做运动呢 并不是受到什么力 而是因为时空是有一些弯曲的 然后这个物质在这弯曲的时空里面 它会走它 觉得最舒服 最自然的这种路径 它就会自然做这种曲线运动 那么我们知道管理相对论 它是2015年提出来的 那么管理相对论的一个直接的意源的 就是引力波的存在 那么到了管理相对论出来 刚好100年的时候 人们利用这种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第一次直接探测到了来自于两个 分别具有几十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它们并和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剧烈的 引力波的这个信号 所以刚好是在引力波提出来100年以后 所以算是一个对引力波一个很好的一个致敬 而且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 它相当于是把引力管理相对论的 其中又一个重要的意源把它给证实了 所以他们获得了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的 这边这节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感谢观看